时间差不多到了 我们继续今天的内容 上次让我们说到这个坏病 所谓的坏病就是在表病的时候 没有有效的医治 或者我治疗方法有误吧 导致产生了一些不同情况的变化 当然这个东西它不局限于 你是否是因为表病而导致的 后面这些情况 包括我们前面也说过这些概念 我们在做这个伤寒论讲解的时候 那么是按照这个表理 对吧 然后这个太阳 那个表证不解 然后变成邵阳 邵阳不解 然后变成阳明或者变成邵阴太阴绝阴 是按照这个顺序在讲 但是要我们每一个方计都可以拿来单独使用 你只要把它里面的一个主证 发主掌握了就可以了 并不一定 得得啊 就是感冒了 感冒之后 我这个比如说咱们上次说的新加汤 发汗之后 身疼痛 对吧 脉陈池 然后这个时候才能用新加汤 那么你没有感冒的情况之下 你出现了身体疼痛 然后你一摸它的脉 是尘脉 吃脉 这个时候你也可以用新加汤 没有任何问题 就是然后这么在用的 包括后面的这个五灵散 五灵散在表症的时候出现过 咳引人吐 虽然咳喝下去水 然后但是吐出来 那么在这个坏病的时候 它也出现了 就是说每一个方计 它不局限在哪个症状里面使用 你只要就是说符合 我们那个商场论里面的一个使用标准就可以了 并不一定是感冒 你比如说他这个人小便不利 小便不利 然后同时伴有凡可 然后你一摸他的脉 浮脉 硕脉 脉是浮的 硕的 这个时候你就可以用到五灵散 前面我们上次说的两个方计 新加汤和这个五灵散 今天继续来说这个文革散 文革散的话 就是咱们 文革散的话 这个文革 就是咱们平常吃的这个花折 里面只有一味药 就是文革 无粮 那么他这个这个东西就是 你去要买这个现成的 把它打成墨 打成墨 然后用这个开水 冲服送服就可以了 文革的话 他入太阴 入太阴 能干嘛 去 去皮毛的 湿 去皮毛 去这个体表 湿气 水气 然后我们就是说看这个条片 病在阳应以汉解 凡以冷水 若灌之 其热被结不得去 这句话 然后就是可能 咱们那个如果说看 看那些 古人 那些古文 古人说的话 可能需要品类一下 那个感冒了 感冒之后 应该然后我们用那个桂枝汤 或者说蛮黄汤 那个发汗 用汗法来进行治疗 应该用那个汗法来治疗 但是 你 可能然后那个 有的人他不太在意 认为自己这个身体好 冲个凉水澡 或者说 这个这个上车 吹了空调了 进家吹了空调了 这个时候 你这个皮肤毛孔 他就会 你人身体 他会自动调节 这个功能 对吧 本身毛孔是开的 然后你受凉了 他毛孔迅速就关闭了 关闭了之后 你体内体外的这个循环 就会不通畅 热被结不得去 也就是说 这个热 在你体内 散发不出去了 和体外循环不开了 水湿 因为本身就是说 用这个文革散 他文革的话 就是去体表的一个湿气 湿和热 它就会被 关闭在你的这个 皮肤里面 出不来 引起 一些什么 烦躁 然后起这个 鸡皮疙瘩 或者然后起一些 湿疹 热疹子 想喝水 反而不渴 想喝水 但是不渴 有的人他会有这种状态 可能我们并呢 没有出现过这个情况的人 我们理解不了 对吧 为什么 为什么那个 这个想喝水 但是不渴 为什么还要想喝水 但是他 他就是这个症状 这个时候 那么我们就需要 用到文革散 或者说 有的人天生 这个体质 他就是 皮肤毛孔 非常紧密 有的时候 麻黄汤 加重剂量 我们说麻黄汤 然后是开毛孔 发汗的 你麻黄汤 加重剂量的话 这个人都不出汗 然后你可以问一问他 你这个小便 通常不通常 小便如果说 比以前多很多 那这个时候 也说明他 这个病已经好了 因为他本身 天生的体质 毛孔又 就紧 就不爱出汗 毛孔太小了 如果说 你吃完那个麻黄汤 之后 没有流汗 也没有小便 那这个时候 就不要用麻黄汤了 要用沥尿剂 把它沥出来 五菱散 可以把皮肤表面 皮肤和肌肉 包括脏腑里面的水 都倒出来 如果说 我们喝了 这个文革伞之后 没有效果 好不了 那就用五菱散 就出来了 对吧 或者让我们就说 更常理解 按刚才说的 你这个湿热 湿热 被这个 侵袭了 然后这个皮肤表面 让他这个 体内体外的 血液循环 气血循环 不通畅了 表面 然后这个皮肤表面 毛孔关闭了 关闭了之后 水湿和热 也就是湿热 被 关在这个皮肤里面 出不来了 出现了一些 烦躁 鸡皮疙瘩 湿疹等等 这种情况 同时 想喝水 不渴 那么我们就用五菱散 就可以了 这个比较好理解了 还是刚才那句话 你这个 病在阳 就是说 你不管你有没有表证 有没有 就是说是因为感冒 哪怕然后就说 你这个直接出现那种症状 我们直接用这个方式 就可以了 你只要 你只要记得 然后他 这个这个主要的条件 就可以了 然后另外一个 下一个 桂枝 去桂 加 茯苓白竹汤 喝桂枝汤 感冒发烧之后 那么我们喝桂枝汤的前提是什么 感冒发烧 或者 我们有时候 后面再详细的说 对吧 桂枝汤它不仅能治这个感冒发烧 肠胃不好看也能治 其他有很多病 它也能治 那么我们现在先按那个太阳病来理解 感冒发烧 正常情况下 我们需要喝桂枝汤 喝桂枝汤 或下肢 感冒发烧 正常治疗之后 或者 有的人 然后他没有按照这个方法 然后他认为你这个不是感冒 然后或者说 他这个经验不丰富 然后这个 学的也不精 然后上来之后就给你用那个 这个上来之后 一看你这个感冒 哎 有点发烧 然后有点这个这个这个 那个头疼的什么的 就给你开个盛气汤 再往下攻 对 你碰到这种人 你就比较倒霉 对吧 或者你没有碰到这种人 你自己吃坏肚子了 对 吃了一些然后那个不干净不卫生的 或者然后吃完了之后 你不消化 拉肚子 或者然后那个吃错了药了 产生了一个攻下的效果 导致 头像 强痛 并且 会出现一个心下满 微痛 嗯 也就是胃的地方 特别不舒服 我们然后 有的人可能 这个经历过这种情况 感冒了之后 然后那个可能 吃坏肚子了 然后同时 哎 哦 或者然后那个 这个吃错药了 出现了这个胃这个地方 特别不舒服 小便 滴滴答答的 特别不痛快 对 这个时候 那么我们就需要用到 桂枝去桂 去桂枝汤 去桂枝 加福林白竹 因为这种人的体质 或者说 暂时性的湿气比较重 它会出现这种情况 中胶脾胃 湿气重的人 一般 这个脾胃运化 都不是特别好 发汗 或者 攻下 嗯 它会让湿气 和你这个 这个这个 归之是一个 羊药 是一个热药 发汗或者攻下 会让湿气和这个热药 相互纠缠在一起 湿和热 相互纠缠在一起 所以你这个胃的地方 它会出现 不舒服 或者疼痛 这种人 你看他的舌苔 一般都是比较厚 或者大肚子 大便也比较黏 这个时候 那么我们就要把 桂枝汤里面的桂枝 去掉 烧药 生姜 丹草 大枣 你看没有桂枝 桂枝汤里面少了一碗桂枝 然后加上 茯苓和白竹 茯苓和白竹 是除湿的 去湿的 把这个阻隔的湿气 从小边排出去 就好了 左洋这个时候 我们就说通过这个方计 我们可以知道 胃里面不舒服 心下满的时候 心下满就是胃 胃不舒服 胃疼的时候 不要用桂枝 把桂枝去掉就可以了 我然后后面的这个 后面的这些 然后这个方计也好 调编也好 应该 前面有了那个框架为基础之后 后面这些东西就比较好理解了 对吧 那么我们就按照他这个顺序 按照他这个 太阳 少阳 阳明 然后那个 少阴 太阴 少阴 绝阴 这样的一个 疾病变化的过程来理解不同的方计 就可以了 当你出现这个感冒之后 疾病的一个变化的时候 你按照他这个顺序去用 没有因为感冒出现这些症状的时候 你直接拿来这个方计就用就可以了 这是桂枝去桂加福林白猪汤 或者你简称桂枝去桂加零猪汤 你自己怎么能好记怎么能记 然后后面一个 后破生姜拌下 干草人身汤 然后那个 你自己讲话呗 脱破 生姜 半下 草 生 汤 自己去讲话 发汗后 也是 疾病的一个转变过程 或者 不是疾病的转变过程 直接出现了这个肚子胀 肚子胀的情况之下 那么我们就可以用这个东西 也就是说咱们平常 脾胃不太好 这个湿气比较重的人 他一般表现是什么 胃气比较虚 消化 消化不好 这种人在感冒发烧 发汗之后 用桂枝汤麻黄汤 发汗之后 或者说平常就容易出现肚子胀 而且放屁非常多 这个时候你就可以用这个方计 不管是因为感冒 转变过来的 还是直接就出现了一种症状 同时然后我们说 这个这个肚胀 肚胀 有时和虚 虚胀 实胀 两种状态 最简单的区别方法 那么我们就是问小变 小变 蛋白的话 小变 小变蛋白 虚胀 小变 黄 实胀 如果要你这个分不清楚 把出方开错了 把这个方计开错了 本来它是实胀 对吧 本来它是实胀 那么我们需要 实胀的话需要用什么 用橙气汤 对吧 把这个大变清出来 结果你开成那个后破江夏生肝汤 开成那个虚胀 这个方计了 对 那最多然后就是说 这个这个没有问题 没有问题 最多然后就是它这个 增强它这个放屁的次数 屁越来越多 如果然后就是说 你再反过来 你本来是虚胀 需要用到这个后破江夏生肝汤 那么你开你给人开大成器 那不行了 那完蛋了 所以然后我们就说 这个这个分辨一下 成器汤这个症状 很好区分 你看 那个发烧 咳 肚子聚暗 对吧 便秘 这个很好区分 肚子然后那个硬的 不能碰 也特别胀 那这个 它这个这个 后破江夏生肝汤 这个症 它这个负胀 就是虚胀 那么有的时候 我们说因为便秘 引起拉肚子 比如说有的病人 那个下地拉肚子 一天十几次 二十几次排出来都是水 这种情况 然后这个正常临床的时候 很多件 如果说不知道它是实 还是虚的话 你用手你去按它呀 对吧 去按 按你哪 按你那个天书 对吧 天书这个位置 如果聚暗的话 那么这是乘气汤症 便秘引起的拉肚子 便秘 也会引起拉水 后面 就是生寒 那个后面条片里面都有 对吧 我跟 那个简单的 说一下 大便堵在肠子里面 堵在大肠子里面 特别硬 但是旁边它有一个缝 虽然那个肠子里面被大便堵住了 但是想要它旁边有缝 肠子里面那个水能排出来 大便排不出来 它每天都想接手 每天然后就说感觉肚子 然后那个有有粪便 然后想要排 但是去了厕所之后排不出来 然后光是从那个 这个肠子跟大便 那个缝里面往处流水 排出来都是水 这个就是因为便秘引起拉肚子 还是用成细汤 那么还有一种 也是因为便秘 大便堵住了 旁边排不过去 中间有一个小缝 能排过去 这个时候大便排出来 特别细特别长 也是便秘造成的 也是成细汤症 如果说你这个虚实实在不会去分 不会变症的话 你就摸肚子 不让你摁 特别疼 就是实症 就是成细汤症 对吧 对吧就是虚胀 虚胀 如果说你不能确定 你摁肚子 他不会感觉不舒服 轻轻的 重案都没事 重案的话 最多他就是放屁 对吧 你摁的 本来然后他 这个 这个这个 这个 虚胀就要放屁 你一摁他更放屁 这就是虚胀 虚实上那个应该是很好区分 理解理解 那么我们说厚魄江菜生干汤 吃完了之后 这种现象就会减少 厚魄实际上他也能去尸 除尸 同时对脾脏也非常好 厚魄可以把脾脏里面的那个湿气 转移到肠子里面 为什么会腹脏满呢 因为要我们按照这个顺序来理解的话 那个脚病 发汗之后 肚子胀了 因为你一发汗 发汗之后 你体内的筋液 有的人可能阴虚 有的人那个体内筋液不足 那你肠子里面的筋液也没有了 干了 干了之后 又没有什么宿便在里边 这个时候 你肠子里面的这个气就比较多 那么我们希望把这个筋液补回到肠子里面 肠子 这个这个大肠里面 大肠他就不会这个排气了 筋液够了就好了 所以我们这个厚魄生姜半夏 厚魄生姜半夏 酱膩植植荣 斑草人参 尤其是人参 补气生金 生金液 不记得啊 这个咱们上次 什么时间忘了 当时咱们不是那个 判了一姐姐的吗 然后说这个肚子胀 后来啊 咱们不是在上面写的就是这个方计吗 对吧 透过生姜半天 半夏半生 半夏的话125克 当时 他就不是给他写的吗 我说你要实在怕的话 哎你然后这个用个60克 嗯 你只要对了症之后 你按照他这个计量 你然后那个乘三也好 乘三十也好 也就都无所谓 就怕不对症 不对症的话 然后你哪怕 就像昨天咱们 那个说药物分类的时候 说那个贵枝 哎 开了五分 对吧 五分的贵枝 然后吃死人了 哎 时来劈伤救命 哎 运去贵枝杀人 啊 和阳那个中药 有的时候 确实挺有意思 那你用不对的话 那他都是毒药 这就是我们那个后扩 江夏生肝胖 主要就是治疗 虚兆 不管你是不是因为太阳 引起的 不管你是不是因为感冒引起的 感冒 那么可能发汗之后出现这种情况 或者没有感冒 直接就 平常就脾胃消化不太好 肚子容易胀 特别爱放屁 这种人你就可以用这个方式 给他进行治疗 对 那么我们现在就是按照这个 疾病转变的一个过程 现在是在说 这个坏病 然后下面一个贵枝加厚魄性子汤 贵枝加厚魄 加性人 贵枝汤 那当然就是说 这个贵枝汤加厚魄性人 不是说单单一的一个贵 贵枝加厚魄性人 太阳病 下肢 微传者 表未解 太阳病 我们正常 情况下说 汗法 用贵枝汤 用麻黄汤 去解决你这个表证 解决你这个 最刚开始的感冒的这种情况 但是然后有的人 他 不懂 还是然后那个运气 然后不好 然后那个变错症了 都有可能 或者然后你自己吃坏肚子了 都有可能 那么我们前面已经说过了一个 伤寒论的一个大的原则 除了 阴脏病寒 脏 病寒 除了阴脏病寒的 紧急情况下 那么我们要先温礼 再解表 其他 一般情况下都是先解表 先解表 然后再去攻下 或者说然后那个养腐 那么我们就直接说腐病 一般情况下都先解表 但是每个人体质不一样 有的人在这个表证不解的时候 你攻下 或者吃坏肚子 那么就会产生 我们刚才说了一个 胃疼 小便不出来 那个小便不利 但是然后每个人体质不一样呀 有的人他可能就出现了这个喘 那么出现喘的情况之下 我们用贵之家 后破性质疼 就可以了 这是跟这个是一个对待的 你张三和李四 同时感冒了 同时感受风寒了 那么我们应该用这个硅脂肠 或者蛮黄套 但是然后这两个哥们 然后是好朋友 都出去 然后吃宵夜 喝酒去了 吃坏肚子了 然后张三出现了这个 心下满 胃疼 小便不利 胃疼 小便滴滴答答的 不舒服 李四呢 出现了这个 喘 两个人体质不一样 那么我们给张三 去用那个 用这个这个 这个去桂林猪汤 给李四 用这个 加后破性质烫 就可以了 这么说 然后我觉得应该 应该可以理解 那么后破和白竹 完全不一样 贵之家后破性儿的 前面要是 贵之去贵 加福林白竹 后破跟白竹完全不一样 两个东西都能去施 但是有差异 后破能够去皮施 能把皮脏里面的这个 比如说然后给你转移到小肠里面 能够给你转移到小肠里面 所以让我们这个大成器 小成鸡汤里面都有后破 它能够让小肠增加筋液 小肠 小肠 金液 能够这个增加金液 就等于是后破去施了 把皮脏里面的施转移出去了 那么白竹也是去施 但是白竹 它是去全身关节 肌肉里面的施 中胶的施 中胶脾胃的施 它也能去 但是然后它们有差别 所以我们白竹用的时候 白竹一般都和茯苓放在一块去 就像桂枝和韶药 这两口子经常一块出现 白竹和茯苓这两口子也经常一块出现 你如果说白竹 用白竹不用茯苓 这个施它不会完全去掉 白竹配上茯苓之后 你这个施就会从小便里排出去 所以我们处方用到白竹茯苓的时候 就是希望你这个体内的湿气 从小便里面排掉 如果然后我们说这个白竹和父子放在一块 能起到什么作用 白竹去尸 父子的话 它能够把你这个 把你的这个功能 白竹去尸的功能 推到这个体表 而不是说从 而不是利用 而不是通过利尿 给你排掉 因为然后可能你有这个 丁风 创扬浓肿 不管然后这个乳房硬化 或者然后你这个骨头化能 发炎 你用父子然后把它推到这个表面 用白竹去尸 目的不一样 我们说然后那个后阔 跟这个杏仁 稍微区分一下 那么贵之家后阔杏仁 它杏仁 只可去谈 能够增加肺里面的金叶 润肺 宫下微传 表未解 为什么然后就说 它要强调这个下之 皮尸的这个关系 因为皮尸在里面 你一宫 你往下一宫 一宫下 这个时候 那么小肠太干燥了 如果我们加了后破进去 后破加进去之后 把皮脏那个湿转移 转移到小肠里面 来正常的能够代谢 把小肠的湿气 这个干燥 滋润一下 补一下 就可以了 所以说正常情况之下 那么这个方讨厨 我们要也是要取微汗 解表的时候一定要微微取汗 感觉到这个皮肤表面湿湿的有一点 有一点湿 但是又没有汗流出来 这种感觉是状态是最好的 正常情况之下 然后这个感冒之后 出现了一些喘的症状 或者然后你直接问他 然后你这个一两天是不是吃什么药了 他可能会告诉你要吃了这个 这个 这个叫什么 泄火药 或者然后那个这个 这个 宫下的药 或者说吃坏肚子 你一问就知道 下肢微传者 咬微解 那么正常情况下 我们做然后那个喘 你根据情况 你也可以用这个桂枝汤 加厚扩杏仁 也可以用 当然就说后面 我们还会有其他的一些 嗯 放肌 然后下面的一个干草 干姜汤 和 勺药 干草 汤 这两个汤 来一块去说 伤寒脉伏 自焊出 小便朔 心烦 微物寒 烦 与贵之汤 以公其表 此为物 得之便觉 烟中干 烦躁 土匿 占语 搅鸾 这个时候 干草 干姜汤 来治疗 以负其扬 若觉欲 足温者 更与 勺药 干草 汤 与之 其较得身 若胃气 不合 湛雨 少雨 调了一层 其达 正常情况之下 我们说 伤寒 伤寒 主政 有什么 太冷 勿寒 无汗 头身疼 但是现在 但是现在 卖伏 自汉 伤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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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的主政是 勿寒 无汉 头身疼 现在他是 自汉 出 并且 小便也多 心烦 有人看到 这个自汉 他会认为 这是贵之汤 然后他这个给病人就去开一剂贵之汤给病人吃吃完之后这哥儿苗那个病人就就会出现什么出现这个四肢冰冷烟干烦躁腻腻甚至昏迷抽筋 推脚抽筋 这种情况我们说属于什么属于今夜严重损失导致了阳气没有办法回来没有办法这个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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回来出现了一种接近亡阳的状态 那么干草干姜汤它能够温补新这个新阳包括新皮肺的阳气都能堵 干草本身甜味的入皮 那么这是应该少写了对吧 制干草 制过之后用蜂蜜炒过之后你这个味就是比较厚 同时略微带一点苦味能入心 其他你像那个湛羽 无烟乱鱼 脚抽筋都是因为你那个汗 还有尿小便贫瘦 汗尿排的太多导致今夜亏虚了 那么我们用这个方计就是要让阳气恢复之后所有的症状都能缓解 如果说 以复其阳 让你阳气缓解 如果说四肢冰冷这个症状 恢复了 好了 胳膊腿手脚都有温度了 那么我们需要进一步用少药干草汤来进行这个后续治疗 湛羽的话 乌烟乱雨的话 少来点 给他这个调味成汽汤就可以了 首先我们说这个健康的人正常的人 正常情况之下 这个叫什么 手脚 它是温的 头身皮肤表面 都是凉的 你可以让这个 和人握手的时候 感觉一下 你摸摸这个脑门你就能知道了 那么我们用了勺这个甘草甘姜汤之后 搅热起来就代表阳气恢复了 恢复之后 为什么还要用到这个勺药甘草汤 因为勺药能够补阴 补金液 虽然说阳气恢复了 但是肌肉里 血脉里的这个阴还不够 所以要进一步用这个方便 同样 那么我们很多时候这个腿抽筋 里寒很盛的时候 体内阴气很重 寒气很重的时候 都可以用勺药甘草汤 包括咱们说很多这个尤其是女孩子 这个这个腿上 有这个静脉曲张 回去之后你吃这两个方便 就可以 尤其是少咬 少咬让它酸收 收 那么你要这个收起来 正常概念 我们认为这个脚 属于四肢末端 手脚四肢末端 脚离心脏 离心脏是最远的 但是很多情况下 我们说心脏有问题的时候 它会反应到脚上 最开始表现的情况 就是脚凉脚冷 那么这种人一般情况下都有淤血 因为你这个冷 它会让筋液变成 让这个气血筋液 让这个阴变成固体 脚冷的人 你脚上的血管就好像咱们 自然涅这个 河流冬天的时候结病 造成脚冷的原因 它就是因为心脏的力量不够 热量没有办法到四肢末梢 那么如果你感冒吃抗生素的话 时间长了 它就可以伤到心脏 心脏产生的热量 没有办法传到脚上 所以我们怎么知道 这个药有效 你吃完之后 感觉手脚开始发热 那就对了 如果吃完之后发冷 那就不对 那就让我换方计了 对吧 所以要这个脚如果是冷的 凉的 对吧 那么我们就用烧药干草汤 就吃完之后 你这个脚就热起来 治干草的话 它能增强心脏的力量 或者说让心脏的这个热 热量 能量 震发起来 烧药的话 它能够让血液循环起来 这样你就可以把累积在脚上的这个瘀血 融化掉 那么我们传统医学中医 活血化瘀 含热变症 这概念就是这么来的 如果你吃西药 当然不是说人家这个不好 只是一个相对的概念 有的时候然后那个 你这个月吃 脚就凉 一直凉到膝盖 那就属于四腻了 对吧 绝腻了 已经冷到一个极限了 到了这个程度的时候 心脏病发病的这个几率就非常高了 病人如果吃你的药 从这个膝盖冰冷 变到这个 膝盖不冷了 只有脚踝这边冷了 那你就代表你这个药起效了 不用去摸慢 你看病情你就能知道了 对吧 你就知道它是好还是坏 如果说每个人 我们大家都懂了这些之后 你自己就可以 然后你就感觉到 自己就可以进行治疗 这样你就可以预防心脏病 很多人不了解 你去医院 做这个CT 必须要 我经常跟他们说 你肯定是发病的时候 是吧 你的心脏病发的时候 他才能查到 很多人要去医院 背上一个这个24小时的这个盒子 然后这个是怎么回事 当然现在可能有高科技 那天有人说要戴块手表 这个什么华为手表 还是这个就能监测了 是怎么回事 我具体我也不懂 你肯定正常情况下 发病的时候才能查到 心脏病 那么我们说能不能预先知道 当然可以啊 没有问题啊 对吧 你包括前前几天 然后这个 这个这个 群里面 然后有人发了一个 算了回头再说吧 发了一个八字 八字之后 他明显的就是心脏病 对吧 我们从这个方面也可以知道 对吧 从然后你刚才说的 这个脚凉脚冷 你也可以知道 知道了之后 那么我们就能预防 所以我们说 少要甘草汤 他就是一个 非常好的一个方计 你说然后再用 父子 行不行 父子 少要甘草汤 当然可以啊 我们后面就有一位 不是有一个这个方计 这个叫 叫少要甘草 父子汤 我简称是 少甘父子汤 那么精方 他就是简单的几位要 但是效果非常非常好 你只要用对了 非常好 这就是我们经常说的 脚温的人 脚不凉的人 一般情况下 不会出现心脏病 除非你这个人 命太不好了 运气太不好 脚温 那你肯定用中药 西药的话 我不知道 能不能让你这个脚变温 吃了我们那个 少要甘草汤之后 今夜 能回来了 温度能回来了 阴阳都平衡了 所以啊 你这个脚就可以 起脚得身 就可以伸开了 这是甘草 甘姜和少咬甘草汤 我们正常进行 表证的时候 伤了寒了 这个时候 伤寒应该是没有汗 但是他出汗 出汗的话 然后这个 有的人可能一看 哎呦 桂枝汤正 赶紧给你开一季 桂枝汤 回来喝去吧 发汗去吧 或者然后你自己啊 来了 来来了一碗那个酸辣牛肉面汤 那个然后喝完之后 那个大汗淋淋 小便 然后那个瓶朔 这是属于坏病 误病 或者然后你这个 哎 你这哥们 比如说啊 我们之前遇到过 这种情况 伤寒了 感冒了 无汗 头身疼 正常应该是 无汗头身疼 但是出汗 这哥们说 然后那个 不是不是哥们 是个姐们 我去泡个桑拿去 争个桑拿去 我说你千万别去啊 去了 然后你这个身体受不了 对吧 因为咱 你因为你跟他说 然后你去了之后 会变成坏病 他不理解 他不知道怎么回事 你只能说 然后这个对你身体不好 但是人就不听 去了 去了之后 过了过了 有二十天 一个月回落了 说然后那天 争完桑拿之后 直接120拉走了 对吧 就出现这种情况 得知便觉 烟干中烦躁 土地战于脚狼机 就是这种情况 那么这是太阴的一个快病 然后后面接着来说 这个 这个 邵阴 邵阴就快病 嗯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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桂枝 加父子汤 太阳病发汗 碎 漏不止 其人物风小便 难四肢危急 难以屈身者 桂枝加父子汤 桂枝加父子汤 主之 嗯 还是那句话 太阳病 本来我们就应该用 汗法 对吧 就是应该发汗 用汗法 但是 如果你这个桂枝汤症 用了麻黄汤 有这种情况 包括咱们刚才说那个 蒸桑拿去了 是吧 汗出的太多了 停不住了 是吧 碎漏不止 太阳病发汗 碎漏不止 你这个汗 停不住了 而且 它风吹 小便也不痛快 滴滴答答答的 因为什么 前面我们已经说过 汗流的太多了 金叶排除体外了 金叶都跟着这个汗叶排除体外了 小便肯定 自然就变少了呀 金叶都排除去了 同时我们肢体的 关节的这些金叶也会受伤 也会损失 从而出现 四肢疾 屈身不力 这种情况 最开始的时候 我们说过一个概念 阴损疾阳 对吧 金叶如果不存在 阳气 也没有办法存在 这个时候你就要用桂枝加负子 桂枝汤加负子 来进行治疗 或者说来进行弥补 我们在说坏病的时候 都是在补救 这个时候你桂枝汤里面加的负子 他起到的 我们说父子 然后正常情况下 这个补肾阳的 对吧 但是然后现在这种情况 这个父子他起到的是一个 不表的一个作用 因为你汗流的太多了 体表 然后这个这个 护卫的这个 这个能力太虚了 我们叫表虚 表虚 表不顾 这个时候 父子他就能 天使你的毛孔 汗止住了之后 那么其他的症状都会好转 所以在这 父子 他就是等于是 等于是 然后你看这种情况 发汗 碎漏不止 汗漏不止 就等于是大汗 是吧 大汗王羊 所以然后这个时候 父子 他就是大汗王羊的一个救兵 一员大将 赶紧来救你来了 汗止住 汗止住之后 所有的药都一样 重病济止 汗止住之后 就不要再吃了 如果说你因为你舍不得 买这一部药 然后这个可能八块 还是这个六块 我记得 那个之前 前一两个月 然后有一个 好像江西洋人的 一个女孩 后来 给他开了方子 然后开完方子之后 我说你先吃三剂 第二天我问他 我说你们那边 这一副要多少钱 他说八块 我说那还行 我不算太贵 我说你别因为这个十块八块 然后你觉得不舍的 这个不舍的又喝了 喝了之后 那这个时候 我们父子 这个方济起到的是一个 顾表的作用 顾表顾得太厉害的话 你汗流不出来也不行 对吧 那么你汗流不出来 我们这个时候 还得需要用到麻黄汤 去开毛孔 对吧 毛孔开了之后 然后你这汗又止不住了 你再用那个桂枝父子汤 对吧 你再顾得太紧了 然后再用麻黄汤来回折腾 那不是更麻烦了 对吧 作阳我们说 这个这个啊 你包括阳 咱们那个运动的时候 出汗 安静的时候 不出汗 这都是正常人 剧烈运动 那如果不出汗的话 那不正常 对吧 作阳我们这个方济 桂枝汤家父子 那么他就 主要就是治疗 从两个方面去理解 那感冒了之后 喝了桂枝汤了 汗出的太厉害了 或者然后你这个 去蒸了桑拿了 或者然后你吃了酸辣牛肉面 太辣了 出现这个大汗凝离 汗停不住 这个时候就要用到这个方济 那么平常我们在看到 有些人没有因为感冒 然后你的汗总是止不住 这种人也特别多 那这个时候 你一般情况下 从大的方向 我们就可以用这个方济 但是 还是需要 辩证 然后这个 然后后面一个 勺药干草 副子汤 这个时候你看到了 刚才我们刚说完 是少药干草汤 发汗并不解 反物寒 这是属于须 少药干草 副子汤 太阳并发汗并不解 反物寒者 甚阳须 太阳表并之所以要发汗 是因为 你这个敌人 外邪 还在那个城门外 还没有进入到体内 所以我们要用到 桂枝汤 麻黄汤 去先把这个敌人消灭掉 正常情况之下 我们发汗之后 就不会再出现一些 怕冷的 头身疼的症状了 但是现在 反而更怕冷了 然后那个 大师 对吧 张仲景 然后说 这是因为什么 气虚 阳虚 的原因 阳气不足 所以我们要用到 补阳的药 前面那个 勺药 干草汤 是因为 小抽筋 微物寒 等等 出现了因为阴虚 导致阳虚的症状 那么现在 这种情况 反物寒 物寒更严重了 所以要加上 父子 去堵阳虚 所以我们说 血虚 气虚 阳虚 这些症 这个方计 都可以用 这个方计 然后 过去 然后有个人 不是 那个 有人给他起个名字 叫 去脏汤 病人 不管什么原因 出现了这个 腿脚方面的毛病 需要依靠这个拐杖 去走路 然后吃完你这个 勺干 父子汤之后 拐杖都不用了 去掉了 我想我们这个 勺药 干草 父子汤 在这个勺干 汤的基础之上 加了一个父子 因为他那个 氧气 比较虚了 太虚了 我们就叫 勺干 父子汤 然后下一个 贵之去 勺药汤和 贵之去 勺药 加 父子汤 也是放在一块 去说 太阳病 下之后 卖醋 凶满 那么我们用 贵之去 勺汤 若微物寒 去勺汤里面 加一杯 父子 就可以了 表病 用汉法 太阳表病 如果因为 各种原因 勿工 失误了 然后给你开了一剂 弓下的大成绩 或者其他原因 等等原因 自己吃坏了度了 不再重复了 等等原因 造成了弓下 这样的一个效果 从而出现了 脉搏跳动 特别厉害 然后那个胸 胸口憋闷的 特别 特别难受 是吧 那么胸满 胸是属于上胶 这个时候 那么 弓下 一般弓下的 然后都是寒凉药 对吧 多凉药也就等于是 胸部的阳气受伤了 出现了这些症状 伤寒论里面 很多的方计 都是以贵之汤为中心 不断的变化 有的时候 把勺药拿掉 有的时候 把父子加进来 那么这个方计 我们就可以看到 什么呢 去掉勺药 后面我们 不管是 伤寒乐 还是金贵腰略 只要是出现 有胸满的这种 症状 的时候 都不用 勺药 所以我们说 比如说这个 这个啊 短气 气短 呼吸不畅 胸口这个 疼痛 憋闷 心脏病 去痰 等等 都不用 因为把 因为这个 这个勺药 是酸收的 对吧 它是收 本来你就 满了 就很紧 不能再收了 但然后 另外一种情况 肚子疼 腹痛 少药的话 都要重用 胸满 一律不用 这也是一个原则 那么如果 还有这个 微微怕冷的现象 加上一杯腹脂 就可以了 把洋 把洋气 然后给你收回来 就完事了 多洋 这个父子 除了温慎阳 对吧 他还能起到 一个不表的作用 那么这就是 贵枝去潮 和贵枝去潮 加父子汤 然后后面一个 这个真武汤 太阳病发汗 汗出不解 其人 仍发热 心慌 对吧 心霞技 头晕 深运动 振振于辟地 真武汤主 这都是哨音了 对吧 哨音病的时候 如果说出现肚子疼 小便不利 四肢沉重疼痛 自下利者 或壳 或呕 或小便不利 或下利 对吧 等等 这些情况 我们前面 在说真武 已经说过这个真武汤了 对吧 出现这种 这些情况的时候 都用真武汤来治疗 那么在太阳表病的时候 如果发汗之后 病情没有好转 反而出现心慌 头晕 站不稳 等等 那么这些都是属于 肾阳 虚 或者说肾阳受伤的 一种情况 这个时候 你就需要用到真武汤 把体内的寒湿去掉 一方面是用这个父子 温阳 温肾阳 把水的温度增加起来 另外一方面 浮灵 白足 把体内的这个湿气 通过小便 倒出去 沥尿 那么一般沥水 沥尿的时候 我们很少 很少用到甘草 一般是不用 因为甘草 不管是生甘草 还是治甘草 它有蓄水的功能 或者让我们按照药性来理解 补和缓 缓 我相当于需要赶紧把那个尿 给你沥出去 但是让你给我加一味甘草进来 让它这个尿慢慢的出去 这个 有点不太好 对吧 说让这个排水的时候 金叶 金叶不够的时候 对吧 金叶不够的时候 我们用甘草去生金叶 排水的时候 那就 不要用甘草了 所以我们说 真五汤 包括前面的这个五菱散 对吧 都没有甘草 我想 你在治疗水肿 这个这个湿气比较重 寒湿 积水的时候 一般不会用到甘草 还有一种人 需要用真五汤 中湿 中焦 这个湿气比较重的人 还有然后那个重湿 重湿 伤寒论里面说 我们说中风 伤寒 温病 还有湿热 也就是平常那个湿气 非常非常重的人 湿气很 这个很盛的人 湿 伤于下 湿气伤于下 也就是说 你经常处在这个 潮湿的环境 居住的地方比较潮湿 工作的地方比较潮湿 那个 从下面开始受伤 也就是湿 伤于下 从下面开始受伤 平常都是身体这个湿气比较重 一喝热汤 一动 一开始运动 你就开始不断的出汗 一天换好几身衣服 这就是 重湿的人 湿气很盛的人 你这个水 它一般没有办法排出来 你光是这个 灵味干猪汤 清不出来 后面我们要说到 灵味干猪汤 湿气在里面太 时间太长了 太长了 它就会变成寒湿 这种情况 人也会产生 头晕 眼花 眩晕 那么这种都是属于振舞汤症 包括 身运动 同时然后给它加一条 肌肉 肌肉运动 也是振舞汤 你感觉身上 然后有 某一块 然后那个皮肤 肌肉 蹬蹬蹬蹬蹬蹬蹬 走一跳 这个时候 那么也是属于这个症 身子然后那个 躺动 跳动 那就是属于 你那个体内 寒湿比较重了 鹅羊那个 真舞汤 跟我们后面要说的 这个灵味干猪汤 它有差别 遇到寒湿的人 头晕 寒湿比较重 头晕 眼花 是吧 心慌 那就是真舞汤的 中焦 中隔 有水 是后面的 这个灵味干猪汤 灵味干猪汤的话 没有寒湿 寒湿一般情况下 我们说这个脉 比较细 比较小 比较慢 同时脚也是凉的 也不渴 湿气很盛的人 一般情况下 胃口消化也不是说 特别好 腿脚没力度 腿脚无力 因为湿伤于下 比如说 当然你这个风湿性的关节炎 是吧 就是属于这个失伤余下 都一样 然后后面那个 浮灵四溺汤 浮灵四溺的话 发汗 若下至 病 仍不解 烦灵四溺者 浮灵四溺主 前面我们说了手脚 四溺的时候 用四溺汤 只出现烦灶的时候 代表你这个体内的经验 不足了 用浮灵四溺汤就可以了 干草 干姜 人参 对吧 就是四溺 这个 不然那个 那会人参 父子 对吧 四溺汤 然后加上浮灵和人参 就浮灵四溺汤 发汗若下之 病容不解 出现烦灶这种情况 浮灵四溺汤 只有手脚冰凉 四溺 那么就是四溺汤 出现烦灶 就是浮灵家人参 有点绕了 然后这个干姜 父子汤 下之后 复发汗 昼日烦灶 不得眠 夜而静 不可无表证 脉沉微 身无大热 干姜 父子汤 前面说了 病人最怕出现的 就是烦灶 最怕出现烦灶 所以然后当你碰到一个 这个 这个倒霉的医生 先给你攻下 然后再给你发汗 有这种人 先给你攻下 一看 哎呦 那个情况 然后那个 不对呀 然后出现这种情况 咱们应该然后再发发汗吧 恭喜你 这个时候 然后你 你会 这个出现 被攻下之后 理虚 发汗之后 表虚 我们说 然后这个正常情况 咱们现在说的是 少阴坏病 对吧 少阴坏病 出现三阴症的时候 脏病的时候 我们要先温理 再解表 那你碰到 这个倒霉哥们 然后先给你用 先给你来了一剂 盛气汤 下来 攻下了之后 理虚了 这一看攻下不对呀 然后再给你 再给你来一剂 然后这个 会之或者说麻黄汤 再发发汗 表也虚了 理虚表虚 咒凡夜凡 不是那个 咒凡不得眠 夜而静 出现了这些症状 不偶 说明 病不在少阳 不可 说明不在阳明 那么又没有表证 卖 陈威 陈威 说明在里 陈在里 对吧 威 然后就是弱 在阴藏 那么这种情况 它就是属于 阴含 急需的一个 烦躁 然后这个 这种情况 我们就要用到 这个甘疆 甘草 或者那个甘疆 父子汤 来进行 补救 来进行治疗 甘疆 父子 或者然后那个 这种情况之下 你看就等于是 这个这个 丝尼汤里面 去掉甘草了 赶紧 然后那个 救急吧 同时然后 这个烦躁的话 我们在这个 三阳症里面 都会出现烦躁 三阴三阳 都会出现烦躁 我们后面在说到的时候 那么不同情况 不同对待 然后后面的一个 桂枝干草汤 发汗过多 其人插手自冒 新 新夏季 御德案 你就把这个 然后这个 这几 这几 这几个字 然后那个 记住之后 就可以了 汗为新之业 发汗过多了 阳气 蒸化 今夜 形成的 汗是新之业 你这个是由阳气 阴阳相互 交换 经常的 多阳 你这个汗出的太多的话 肯定会伤心阳 伤心的 伤心脏的阳气 新阳受伤了之后 那你这个心脏的 他就失去了阳气的护卫 就会出现 总之然后 这个 插手自冒心 哎呀 总之然后 想 想捂着这个凶手 那一块 心慌 喜暗 你也可以离别人心慌 喜暗 有的人可能还会感觉到憋闷 刺痛 等等那些 不适的症状 所以我们要记着 暗着不舒服 不能碰 不能摁 摁着不舒服 巨暗 就是属于理实症 喜暗的话 那就是虚症 里面没有这个实症 不想 也就是说 寒水上宫 寒水上冲 不想这个时候 我们说 桂枝 它主要就是治疗 寒气上冲 心剂的一个 主要的一个药 甘草的话 也是治甘草 嗯 强心 苦心 那么一般出现这种情况 一般出现这种情况 就是这个奔屯的一个前兆 那个奔屯 我们后面再说 感觉呀 那个肚子里面感觉有 一只小海豚 总是在往上点 点 点 这是一个前兆 我们只需要记住 这个人感觉 心脏那边 怎么心慌 总想然后这么捂着 摁着 玉德岸 一定要记着 玉德岸 心悉德岸 这个时候 那么我们就用桂枝 和甘草 这两味药 就可以了 可以进行治疗 不管你是不是因为感冒 是不是因为发汗之后 是 另外一个 灵桂甘草汤 扶灵桂枝甘草大草 甘草大草 甘草 甘草大草 发汗之后 其人其下剂 玉作奔屯 然后这个时候 就要用到这个 桑枝了 这条 也就是 奔屯 将要发作的时候 因为写的是 玉作奔屯 要发作 那么我们学习 这个奔屯 理解这个奔屯 可以帮助 理解我们人体水液 金液的一个运行 帮助我们了解 水液代谢的一个机制 当然就是说 这个生理病理的 这个传统医学 这个生理病理 跟现在的 然后可能会有一些出入 有一些差别 选择性的去听 那么我们说 一般情况下 你遇不到这种情况 很少能遇到 但是我们真遇到 这种情况的时候 我们要有方法去应对 哪怕你脑子里面 有这个概念 我想一想 之前说过 或者然后翻翻本 然后那个能翻出来 这也是你的功德 首先我们说水这个东西 在身体里面 它如果可以被人体的这个气 元气统一统治的话 那你就可以 我们姑且把它认为是好的水 能够滋养人体 滋养的水 那么这个好水 它是遵循什么 遵循的这个命门火的一个蒸发 一个蒸汽 然后上来去浇灌全身 如果你这个人 元阳不足 信阳虚 命门火虚 那你身体的这个水 就不受控制了 没有人管它了 它就会成为奔屯的一个源头 因为水的本性 它就是克火 所以让你这个水 它是要上功心 也就是趁虚而入 那么这个奔屯 它上功的路线 走的这个路线 也就是我们前面 在说经络的时候 充满 你然后那个 如果说真有机会 遇到这样的病人的话 你然后那个 那个好了之后 或者然后那个 在发作的时候 你问他 然后他这个 从哪走 他会给你描述 你一想 就是充满的地方 水星 然后他 可能选择什么 充满充上去 但是奔屯 也可以从绝阴经 从侧边往上走 从那个侧腹部 出现这种奔屯 当奔屯刚开始要攻击的时候 但是势力不足的时候 还很弱的时候 那么他只能攻占旗下的这个部分 侧阳我们叫旗下纪 欲坐奔屯 你要真正变成奔屯 还差 差一步呢 侧阳我们知道了 这个大概的一个意思之后 我们就要赶紧补充新阳 慎阳 未知和甘草 肯定是必备的 前一个方计 那么我们已经说了 你这个心脏然后出现心慌不适的时候 虚症起暗的时候 总是想 摁你这个心脏 这个时候 贵枝甘草 贵枝甘草必备的 开始治疗这个心脏 心脏那个疾病 然后非常重要的两个药 同时因为 欲坐奔屯 我们就需要用到 浮灵 你看半斤呢 去震慑住它 抵挡你这个水汽往上攻心脏 茯灵这个药 它是埋在这个松树根部的一个菌类 而且啊 它是在脏水里面生存的 但是然后你把它挖出来 你把它包开了一看 白白净净的 所以这个茯灵 一个是排水的药 能把水鞋挡在外面 而且啊 你这个松树 它是一个阳性的一个东西 长在松树底下的菌类 它就会作用在人身体 这个这个最阳性的一个地方 心脏就是最阳性的 把水就挡在外面 那么这里同时啊 它也显现出另外一个 大枣 重要性 因为奔屯 它这个水要攻城了 要攻心脏了 我们要清理它 但是清理水的时候 我们不能伤了正常的菌叶 所以要用大枣 来保护我们这个 胃里面好的菌叶 这就是灵贵干枣汤 灵这个福灵贵之干草 大枣汤 灵贵干枣 然后后面一个 贵之家贵汤 烧钵令其汉 针畜被寒 有的 然后就是说用这个火针 烧一盏 然后去给你做这个针 做这个针刺 针灸 针畜被寒 合上起赤者 必发奔屯 弃从少父上冲心 揪其合上一状 与贵之家贵 所以家贵者 能卸奔屯之气 这一条 然后我们就可以理解成人的 还是按照刚才那条的一个顺序 你往下理解 或者然后你理解成什么 受了寒之后 你这个或者伤口感染之后 引起了一个并发症 但是我们只需要抓住什么 抓住气从少父上冲心 就可以了 知道贵之汤原方 家中贵之 能治疗气上冲 发作欲死 伴有心慌 四肢 这个冰凉 舌弹 胎白 是吧 卖浮缓或陈池 都是属于阳气虚弱 阴寒上冲 奔屯命中 抓住这一点就可以了 那么这个方计 贵之汤要姜草草 就是贵之汤 是吧 加贵 贵之的剂量 加重 加重它的剂量 和阳你这个方计 它就能起到一个温通心阳 平冲降溺的一个作用 我们说贵之 然后你在前面 然后用那个圆圈理解的时候 对吧 它是生这个阳气的 但是生上去之后 你加重它的剂量 这个我们也可以用物极必反的概念来理解 加重了之后 升上去之后 它就立马就给你顶回来了 你不会说顶到头了 当然就说 可能还有其他的理解 其他的说法 我们最主要 然后就是抓住这个 主症就可以了 气从少库冲心 气从少库上冲心 就可以了 所以我们说 心脏有问题的人 一定要注意气冲的这种 现象 这种情况 以及感冒之后 发烧 发汗的问题 发汗的问题 那个烧针 有的人 然后这个 感冒之后 你尤其咱们那个 扎这个大椎穴 扎大椎穴 扎进去之后 一碾针 你就能发汗 立马就能发汗 全身都能感觉到发热 特别舒服 现在还有人 就是说 用这种治疗方法 当然就是说 这个针法 可能你需要稍微熟练一些 因为大椎穴 你如果然后透到 这个脊椎穴的话 那可能就会出问题 可能你这个人就 高位结瘫了 下半身就整个 没有知觉了 过去然后那个 过去比较多 现在然后就是说 正常也不少 对吧 正常也不少 但是然后一般 咱们没有掌握 这个手法的话 尽量不要用 扎了针之后 然后你这个地方 受凉了 扎针的这个地方 起了糊了 起了然后 这个硬核了 那么这种情况下 它就会发奔腿 那么另外一种情况 你没有因为感冒 然后你平常 那个心阳肾阳 就比较虚弱的人 你感觉然后这个 红肚脐 然后总有气 往上顶 往上顶 往上冲 然后就跟 然后那里面 有一只猪似的 然后你往前顶 这个时候 那你就需要注意了 你就可以用这个方计了 这就是贵枝加贵汤 加重贵枝的剂量 然后下面一个这个 灵贵 灵贵这个甘竹汤 刚才是灵贵干枣汤 这个是灵贵甘竹汤 伤寒若吐下 心下腻满气上冲凶 启得头炫 脉沉紧 发汗则动惊 振振咬者 对吧 灵贵甘竹 有些人 咱们说 躺着或者坐着 都没事 一站起来就头晕 一站起来就头晕 这种情况 也是灵贵甘竹汤 灵贵甘竹汤 这是因为 你这个水堵在中焦 不光是因为伤寒 我们不再重复这个概念了 伤寒 分两条去走 你一条是按照这个 这个疾病的发展的 一个过程去理解 另外一条 直接出现了这个某一个 方济条片里面的症的时候 你抓住主症 你就可以用 不再重复这个原因 不光是因为伤寒 平常吃坏肚子 上土下泻 运动完了之后 大量的喝水 都会让水堵在中焦 那么里面用到 茯苓白竹 肯定是有水啊 水一般都是 这个在下焦 被 中焦的皮土 胃土 然后所克制 所制约 但是你中焦 中焦皮土 胃土受伤了之后 不能治水 就会出现水上腻 出现一些头晕 腻满 心下腻满 胃口这个地方 总感觉憋闷 顶的话 气往胸口顶 这种情况 那么这个方济 就等于把前面 灵贵干枣汤 把大枣换成了白竹 加强沥水 沥尿的一个作用 当然它的一个主要 我们需要 这个东西需要记忆 不记的话 然后那个 不记的话 用不来 用不出来 心下腻满 气上冲冲 起河头去 卖身体 深为正正咬者 怎么感觉 摇头晃来 对吧 摇头晃到 不乱说 然后后面一个 贵之去巢 加暑期龙母 母粒龙骨 旧腻汤 贵之去巢 加龙骨牡蛎 旧腻汤 伤寒麦符 依以火破节之 亡羊 必金黄 起落不安 太阳伤寒麦符 伤寒麦符 伤寒的话 肯定是麻黄汤符 伤风是贵之汤符 但是有的人 可能就像我们之前说了 蒸个桑达 或者要那个 这哥们去做个火疗 我们那边前几年 比较流行 然后满大街 这个火疗馆 后来好像是被 查封了 做个火疗 做个汗蒸 或者 或者有的人 有的医生给你开了 这个热药 或者用那个艾灸 对吧 等等这些方法 强迫 让你出汗 这个时候会造成 阴损疾阳 就是亡羊的状态 这笔父子 这笔羊 那个前面说 那个父子 桂枝加父子汤症 更严重 病人会出现 烦躁焦虑 甚至严重的情况 惊狂 起窝不安 这些证则 那么这个方法 就是用来救腻的 紧急情况下使用 作为救腻 所以救腻 我们说 那个危险的时候 危险的情况下 一般情况 都没有少咬 都要去掉少咬 因为少咬 酸收 鼠气 这个东西 鼠气 去弹的力量非常强 这种情况下 肯定是有 着弹堵住了 同时 我们在里面 加了牡蛎和龙骨 牡蛎和龙骨 起到的是一个 震慑阳气的作用 镇静安神 前面在说药性的时候 应该说过一两个 所以我们伤寒的时候 绝对不能 就是说这个 伤寒 就是麻烦他 你千万不要这个 去 去爱个揪 要火 火个聊 对吧 然后我们经常可以看到 有些人比如说吃安便药 抗抑郁的药 吃完这些东西之后 它也会出现一个 惊狂起乌不安这种症状 或者你 你直接 你不管它是什么原因 你看到了这个症状 那你首先就能想到 贵之去潮 加鼠龙母 鼠气 蒙古 母粒 你想到这个方计 就可以了 惊狂起乌不安 然后后面一个 火腻下之音 烧真烦躁者 桂枝甘草 龙骨母粒汤 桂枝甘草汤的时候 我们已经说过了 桂枝甘草汤 新阳受伤 要用桂枝和甘草 来强心 来补火 补心脏 治疗寒气攻心 龙骨和母粒 在上一个方计中 上面那个方计中 起到了一个 镇静安神的作用 所以说 出现了心神不宁 心慌出汗 等等 看似上腻的情况下 如果你用攻下的方法 那火腻下之 或者用火针 爱灸 火疗 这些方法去治疗 出现了烦躁 烦躁 新阳虚这种情况 那就用 这个这个 桂枝龙骨汤 是吧 桂枝甘草龙骨汤 同样 这个东西解释非常多 那么我们只需要记住 烦躁 烦躁 它是我们前面 这个方计 惊狂的一个 初级阶段 比较轻的一种状态 对 出现了烦躁 因为寒症 那你一看 那个人 心阳虚 慎阳虚 然后平常那个 插手自茂心 心疾于得案 对吧 同时然后那个 又伴有烦躁 这个时候 那你就 前面我们说了 插手自茂心 心疾于得案 灰枝甘草汤 对吧 出现烦躁的时候 那你就用 用这个灰枝 再加上农果和牡蜜 就可以了 快要发疯的时候 起窝不安 躺下不是 坐起来不是 要这个满地溜的 然后就跟 跟个神经病似的 然后再加一个储气 再加这个 这个生姜大枣 都可以了 然后这是 这是烧衣 烧衣 然后你这几个 不同的情况 我们现在是按照 这个伤寒疾病 转变的一个步骤 或者说出现的 不同情况来理解 然后我们平常 在用的时候 你只需要把每一个方计 里面主证 记住了 然后转变的顺序 然后那个 出现了转变 出现了转变的时候 你按照转变的顺序 去给它治疗 没有出现 那个转变的时候 只出现了里面的 比如说 然后那个 扫干部属汤症 这个对吧 这个脚不深微物寒 这个时候 你直接用这个方计 去进行治疗 就可以了 然后下面一个 决因 坏 决因坏病 四尼汤 大汗出热不去 四肢疼痛 狙疾 又下力 决你而物寒者 四尼汤 如果仅仅是大汗出热不去 前面我们已经说过 典型的白虎 白虎汤症 但是如果出现四肢抽筋 疼痛 拉肚子 四肢冰冷 怕冷 这些情况 那就是外寒 不是那个 外热内寒 对吧 因为 里阳虚 你这个阳热 在不断的往外走 同时 因为出汗 今夜 也一直在损伤 这个时候 就要用到四尼汤来 赶紧把这个阳气 补回来 经常能遇到这种病人 按照过去的方法 感冒之后 喝些葱姜水 盖上被子 武汗 现在还有人去澡堂泡一泡 发发汗 认为感冒就能好了 对吧 所以让你这个命好的人 可能没问题 命不好的人 让你这个 一命呜呼 那你就得不偿失了 多想我们前面讲过 麻黄汤症 需要发汗 贵枝汤症 需要收汗 把汗收回来 所以一味的都去发汗 它反而会变成坏病 有的医生 他也是这种礼录 还要用那个火针 给你加强一下发汗的效果 他觉得 然后那个自己 然后那个烧针的功夫 然后非常了得 在火上一烧 然后那个给你去扎 然后显得那个水平很高似的 其实然后 在我的概念当中 认为这个烧不烧 然后都没有什么 都没有什么太大的 这个意义 当然就是只是 我个人理解 对吧 这个 懂的人千万不要这个喷我 因为我用不到那些 你包括然后咱们 我昨天看他那个平台上 发的那个 那个那个 那个那个 鬼灵之三针 对吧 然后里面说到一些针 欧果羊在我这边也一样 这么长的针 两根笔长这么针 然后笔 笔稍微细一点 看见 看见都让人害怕 然后那这个 就是就是一根粗铁丝 对吧 你这个针 然后你真正往那扎的时候 当然一般情况下 我也不用这个东西 因为要可能记住手法 然后那个不是特别熟练 另外一方面给人感觉特别恐怖 没有必要 那所以我们把这个方法理解了之后 你用那个火箭 你去给人加强这个效果 那完了 损伤经验 阴阳不平衡了 变成里阳虚了 对吧 所以你撕你汤 然后放在这个绝音里面 出现这种情况的时候 你不要因为看到是大汗出 肉不去 误认为是白虎汤症 然后就用白虎汤 或者用成气汤去 给人去消这个热去 消这个热 那就完了 人立马就死了 对吧 你要看到四肢疼痛狙击 又拉肚子 下粒 对吧 含 诀你不含 赶紧用四几汤 偶尔脉弱 小编腹力 身有微热 见觉者难至四几汤 当然就是说这种情况 应该是属于 这个 这个极为重症了 ICU里面躺的这些 我们见不到 然后下面一个 通脉思逆汤 一样 一样 夏丽清谷 里寒外热 汗出而绝 通脉思逆竹 烧音病 拉肚子 里寒外热 手脚冰冷 脉微语绝 身反不误寒 阳气都已经出去了 体内阳 这个阴寒全部都占领了 一点阳气都没有 这个时候 你身体会自己保持平衡 这个阳气需要在你体表 跟这个阴同时存在 是吧 所以要它会表现出 不怕冷 脸红 但是 肚子疼 肝藕 或者然后嗓子疼 拉肚子 力指迈不出 这个时候就要弄脑 通脉思逆汤 当然你就说这这种情况 我们只是了解了就可以了 然后下面那个阳明 阳明的话 几个方计 我们说然后那个调味成气汤 那个包括小成气大成气 对吧 都是属于这个阳明里面的方计 调味成气汤 太阳病 表病之所以要发汗 就是因为 它还没有供进来 还在城门外面 所以要用硅脂汤 买黄汤 正常情况之下 发完汗之后 就不会再怕冷了 但是现在反而更怕冷 是吧 误寒者 更怕冷了 那么 因为什么 气虚 阳虚 阳气不够 所以要用补阳的药 如果说补误寒 淡热者 我们前面要这个 回忆一下 前面这个 每个方计 对吧 说到了这个 这种情况 气虚阳虚阳气不够 所以要用补阳的药 那么 如果补误寒淡热者 就是实了 阳明实证 这个时候 你用调味成气汤 调和味气就可以了 所以我们说 表病 发完汗之后 用了桂枝汤 麻黄汤之后 发了汗之后 不入寒 怕热了 再实证 找味成气汤 上阵 然后下面一个小成气 太阳病误治之后 你看到这个 若吐若下若发汗 太阳病 我们说 要用那个汗解 但是让你 如果 用吐法 用吓法 用攻下的方法 去治疗的话 那可能 就出问题了 物质 失误 变成阳明病 表病的时候 吐下 都是 非法治疗 吐和下 都是非法治疗 那么发汗 怎么理解呢 有太过和不急 如果发汗 不当的话 你这个表病不解 他这个外邪 反而会称虚而入 转变成阳明病 或者说你这个体质 这个就比较偏阴虚 偏阳胜的人 他就会转成阳明病 邪热 就会进入到身体里面 逼迫今夜 往外走 所以会出现一些 环燥 小边硕 大边硬 小成气汤 然后下面一个大成气 也一样 太阳病发汗 发汗之后 这个病没有好 同时 肚子胀 疼痛 表症不解 转成的阳明实症 这种情况比较紧急 那么这种负满痛 肯定是拘案 绝对是拘案 你自己去 去用手去试就可以了 如果不拘案的话 那就不是阳明症 然后你这种情况 这个这个 不能耽误 赶快用大成气 赶快用大成气去下 就可以了 你包括然后后面写的 然后那个 若吐若下之后 不解 不大便五六天 日不所发潮热 日不热 不含 独语如见鬼状 若聚者发 发则不识人 寻衣莫长提而不安 微喘直视 卖闲者生 色者死 微者发热 占语大成气 当然就说这种情况 然后我们一般也遇不到 我们只需要知道 你正常感冒发酵之后 然后你那个这个 发了汗了 这病没有好 反而出现 然后肚子上肚子疼 然后这个又不能碰 又不大便 对吧 赶紧要用大成气 下就可以了 因为你这种体质 体质的人 可能会出现这种问题 当然并不一定 就是非得是 这个 有些医生给你物质的 并不一定 然后后面一个这个 葛根莲琴涛 葛根黄莲黄琴涛 太阳病 贵之症 依反下之 利遂不止 葛根黄莲黄琴涛 用的非常多 太阳病 我们说表症 太阳病 有贵之症症 贵之症症是什么 有汗 怕风 发烧头疼 对吧 这是贵之症症 太阳病 你用贵之症就可以了 但是 碰着一个 神经病 或者然后没有碰到神经病 自己吃坏肚子了 供下了 作养我们还是重复那句话 大原则 表证的时候 先发表 再结礼 再供礼 这个腹病 对吧 脏病的时候 先问礼 再结表 那么你供礼的时候 供下的时候 一定要确定 他有没有表证 作养我们说 大成汽汤 用大黄的时候 一定你要先问问他 对吧 你用到这个大黄的时候 大成汽汤里面 大黄盲销 知识后果 对吧 用大黄的时候 你一定要先问一问他 有没有感冒发烧 摸摸脉 浮的还是沉的呀 对吧 你然后 如果这种情况 那么他就会出现一个 利 碎不止 并且跑到肠胃里面了 变成了脉醋 喘汗 利碎不止 脉醋 喘汗 你看见这个症状就可以了 这个喘 可能不是哮喘 可能不是肺病 它是因为杨明的这个热 降不下去 引起的 所以要你这个肠子里面的热 黄前黄连是清热的 对吧 这个热一除掉 那你这个拉肚子 这个喘 出汗 都会好 那么这个方济 他所治疗的这个力 是热力 因为你看到这两个药 它是清热的 肯定是热力 也就是咱们平常所说的力机 力机 特别臭 然后那个可能有的人还有 这个这个变血 同时然后那个肛门感觉特别烧 特别疼 热力机 跟含力不一样 含力的话 清糖滑水 吃白菜拉白菜 吃吃吃黄豆拉黄豆 这个时候热力 可跟黄鳞黄情汤 平常那么我们说 遇到这个热力的时候 你直接用这个荒剂就可以 然后你在这个这个感冒之后 出现了这些病情的变化 物质之后 那么出现了这些症状 那你可以用这个荒剂 然后后面一个 麻方性儿吃个这个甘草食高汤 麻性儿食干汤 发汗之后不可更行贵之汤 汗出而喘无大热者 当你发汗之后 病人已经出了汗了 你就不要再给他喝贵之汤了 对吧 或者让你自己 要千万不要因为这个不舍的 还想继续再喝一碗 对吧 这个时候如果说出现可喘 但是发烧不严重的话 这种热项不严重的话 你就麻性儿食干汤就可以了 没有大热 热已经退的差不多了 贵之汤 麻黄汤 葛根汤 都能去热 都能这个退烧 小孩发烧 大青龙 小青龙 都可以 都可以退烧 你看你这个发烧 是什么病 然后再决定 没有大热了 我们就可以吃麻性儿食干汤了 前面然后说那个大青龙里面 对吧 也有石膏 麻黄 杏仁 甘草 但是大青龙是 表含里热 白虎汤 是热 非常重 大热 那么这个方济 麻性儿食干汤 是没有表含 热 也不是很严重的情况下 我们用麻性儿食干汤 发烧发热 不是很严重的情况下 你 伴有一些 出汗 喘 直接麻性儿食干汤 就可以了 白虎汤的话 后面我们还有一个 白虎加身汤 喝了贵之汤之后 太阳病 然后那个 如果说没有治好 进入阳明的时候 就会出现 两种情况 一种情况是白虎症 病人 大热 大汗 大可 麦大 白虎症 另外一种情况 橙气汤症 大便堵住了 肚子草 居然 那么如果说 你这个人吃完贵之汤之后 出了很多汗 反而变成 白虎汤症了 出现了 大烦 大可不解麦 红大 白虎汤症了 如果你看到有这个病人 渴得很厉害 喝很多水 然后都解不了渴 高烧 发烧 烦躁 但如果有的人发烧 怕冷 发烧怕冷的话 那他就不是白虎症了 伤寒 表病 悟攻悟下之后 病 病邪进入肠胃了 表现出来的也全部都是止热不寒的这些症状 虽然有怕风 但是这个不代表有表症 所以有的时候我们在外面吃完饭喝完酒之后 大可 糖尿病的这个人口渴 都是白虎症 然后这是这个 后面还有几个 后面几个 然后可能那个比较简单了 然后治个后破套 简单把这个杨美妹说完 基本上 后面下次再说 那么我们前面已经说过了 心烦复满 复满复账 有时有虚 是吧 因为热引起的 时 时账 时满 用成吉汤攻下 因为寒引起的 虚账 虚满 是吧 后破将下生干汤 去温 但是这两种账 都没有心烦 包括后面这个 起窝不安 你复账的时候 伴有心烦起窝不安 那么 就是治子后破套了 这个方济和 小橙气汤 只有一味药的差别 对吧 后破只是 只有治子一味药的差别 虽然都是在治疗 肚子上 肚子上 这个憋门 但是小橙气汤 小橙气汤 是至下面的 治子后破套 是至上面的 心烦起窝不安 心烦起窝不安 就已经说明了病位 疾病的位置 治子 除心烦的 后破 肖脏满的 对吧 治子 那个治食也一样 除满的 伤寒 我们然后 那个乌寒 对吧 乌寒 那个乌汉 头身疼 这个时候 不能用 攻下 对吧 你得开麻黄套 结果然后你给人 开了大成器 或者让自己吃坏肚子 出现这些情况 当然你就说 那么在没有这个情况 发生 发生的时候 我们就出现了 肚子胀 心烦起窝不安 你直接用这个方计 就可以了 后面那个 治子跟将他 有一样 这个症 他就是由于 表症 误下 对吧 伤寒一般要 大下之 中阳 中交的这个阳气受伤了 余热 留在胸阁 导致的 表邪不解 表病不解 余热 退不去 所以然后会出现 深热不去 余热退不掉 余热 然后在你那个胸阁里面 那个这个 出不去 来回乱窜 导致你心烦 危烦 中交虚寒 水湿不悦 同时然后可能也会 伴有一些变汤的症状 拉肚子 如果用寒凉的药去清热 这个时候 伤寒了 本来然后它就 宫下就是寒凉的 对吧 你这个时候如果用寒凉的药去清热 那你这个中交的阳气会更受伤 如果说单用那个温热的药去温寒的话 那会 你这个胸膏的这个热 它会更热 会注上热 所以然后这种情况 我们这个寒热 并用 干尿温寒的 质子清热 清上热 温下寒 我们这需要 记住主政 神热不去 危烦 前面这个 心烦腹满 起窝不安 然后后面一个 质子香齿汤 质子香齿汤的话 发汗吐下之后 发汗吐 下 须凡不得眠 我们只需要记住 须凡不得眠 若聚者必反复颠倒 心中要弄 质子汤煮 如果说少气 我们只需要记住 须凡不得眠 胸中志 须凡不得眠 质子 豆齿汤 如果少气 少气的话 加上甘草 如果说出现 呕吐 加上生姜 这个就比较好的一点 质子羊本身 它是苦 是姓寒的 苦寒相继 它就是 主要就是清火 清热泄火 香齿的话 就是咱们说豆齿 心 肝 苦 寒 或者让有人说 微温 说什么都有 这个 无所谓 你只要按照 方法律去用就可以 心能发能散 肝能补 苦能降 性寒的话 就是清 性温的话 就是散寒 那么我们说 只要看到心中 心中 心中 大部分 都是说这个胃这个地方 伤寒论说胃的话 大部分都是说肠子这个地方 往下 错一个位置 心中 要弄 那么就是说 这个胃里面好像感觉特别不舒服 很奇怪的一种感觉 刚开始虚症的时候 失眠 虚症失眠 我们一般都 质子都是 这是 阳明 然后少阳和太阳 少阳太阳的话 下次再说吧 今天就在人先倒点 再那个 躲门一下吧 老师晚安 好的一碗